你好 没有想到圆满的这一支香 因为很多人都要赶快赶回去 还有这么多人留下来 本来这七天我看大家很拼 不想说在这里再讲一些什么 可是这一次我真的有很多感受 那我就拉拉杂杂想到什么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能早一点结束就早一点结束 我前两天就曾经讲到说 假如有人不能来 开始到结束都不能来上香的人 最好不要写祖先的牌位 可是还是有人写了 那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昨天一直在卖饭团的叶金珠小姐 她昨天就一直在讲 什么人是叫做王黄黄 找来找去找了一整天 她也没有来找我 如果她来找我的话 我应该可以知道 到今天呢 不知道找到谁 她说 你去问那个侯老师 侯老师 他那是一个门口 你怎么知道 每天去处理的 或是有什么窍盗的 有很多 他就是都可以看到 而且他当过老师嘛 过目不忘 他就说 啊 我知道啦 那就是林宪章老师 他的学生 又是在他们巨洋的 一个干部啦 他就去跟林老师讲 这个事情我都不知道 到了今天中午 我就看那个周秋玲 那个王黄黄两个人来了 那个周秋玲小姐呢 我是知道她的爸爸 不久之前往生 可是她有种种的因素 她没有办法来 从上到今天 来送她的爸爸 那我看到那个 那个王黄来呢 我是想 她平时很少在参加法会的 我不知道是谁跟她讲的 她也写了 她的祖先牌位贴上去了 偏偏那个金珠呢 真的是不认识她 可是一讲呢 好像林老师就一直打电话 一直打电话一吹 把这个学生吹来了 说实在的这七天 我每天都在六点以前就行了 没有一个晚上可以让我在 十一点之前进我的房间去 就像今天从下午两点一直到 要进来那个年乡的时候 我真的是都没有离开那个客厅 那那时候已经好像快要上五共吧 应该是还没有五共 快要上五共 那个叶小姐叶金珠呢 事实上她跟王黄黄一点都不认识 看到她就指着她 然后说要叫她 然后来来我想这是要找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跟王黄 你比较近的去问 看到底什么人 然后就是她的阿嬷 她就讲 你给我写一个名 给我打在那儿 我这样一直撵一撵 看你都撞不来 又是让我觉得像前几天一样 那个 我今天中午才讲我心很酸 事实上后来我到晚上的时候我想一想 那个阿嬷不是急着 她没有来帮她点一株香 她就讲你身上已经有什么毛病 什么毛病 我没有一直在那边听 后来我走过去 我说真的你有头痛吗 她跟我点点头 你眼睛不好吗 这种情形 事实上我以前都碰过 可是我很少跟大家提到这件事情 那因为这个事情也是发生在那个金珠身上 那时候我们还有铁皮屋 应该是三四年前的事情 那 她下午 中午呢 大家共修完以后 她下午一直坐在那里 我说金珠啊 你哪儿还没回家 她就跟我讲说 好 我也是要回家 做什么事了 奇怪 怎么讲要回去都没有回去 好 正好如果有去过我那个铁皮屋的就知道说 那个铁楼梯转上去 我有一个桌子在那里 她已经快走到那个楼梯口的时候 已经是下午四点多钟 应该是五点钟吧 她就跟我讲 师傅 我跟你讲 人家要找一个女妇的 对 来极光寺的不是女妇的 就是女妇的 女妇的也很多 女妇的也很多 啊你跟她说这个 你要跟她拍桌梯沾 她说 那个女妇的是住在美宫的 那 然后 她就讲 有 木乃伊要宰她 哦 我冲一下 因为我那一次 就是在前两年 我去美国正好要回来之前 他们说师傅 我们一个 我们一个 已经有去 借埃及的那种 木乃伊 来展示展示了一年多 我去美国两次 她说师傅 师傅 你要不要到 POWER MEGEM去看 以前展示西藏的东西的时候 你有去看 这一次她快要收回去了 我们花了多少钱 你要不要看一下 因为一直在邀我嘛 我说好好好 我去看 没想呢 她是从台湾去的 她竟然去考取到要在POWER MEGEM那边做导览 因为她的儿子呢 她只有一个儿子 很宝贝 那儿子呢 是到旧金山去了 她是在洛杉矶那边嘛 她就也考到导览 那个西藏的佛教文录 当然她进去跟我讲的时候 我还跟她讲一些 她说 以为你是显教的 就是念阿弥陀佛的 绝对会拒绝那个 看那个密宗的东西 我说 事实上经本都是相通的 她说 你怎么会知道那个 密宗的那个经本 那些东西那么多 我就笑一下 佛经所讲的完全一样 大圣小圣 然后他们的那个思想 我都会知道 那是 那个时候呢 那种西藏文物展示的时候是 在嘉义 我很小的时候 说嘉义有一个汽水工厂 这里我不知道有没有 嘉义年纪比较大的 叫做嘉义汽水 你们知道吗 有弹珠的汽水那种 就是在嘉义这边 她以前做的 我那些表妹小的时候 不知道有没有吃过 这个弹珠的这种汽水 那那个人呢 是嘉义那个汽水老板的媳妇 当然她的先生也过去 那那个Casie就跟我讲 师傅 你是嘉义人 那这个老板 现在在这里做副馆长 你看她是华人 她还去申请做了副馆长 她说这个副馆长 是嘉义汽水的媳妇 但是她跟我讲 师傅 我跟你说 她基督教度 为什么她是基督教徒 她会去争取展示那个 西藏的佛教文路 事实上她是专门展示文路为主 那那个Casie跟我介绍以后 很奇怪 她是一个基督教徒 在美国已经住了很久 有一次她说 师傅 我很喜欢你 你跟我很有缘 而且她还在那一次 买来那边他们在展示的 文物的一个纪念品送给我 她就问我说 你有没有兴趣到布达拉宫去 那时候我还没有到西藏 她说我们进去 不是去参观布达拉宫 布达拉宫那边 有很多他们的宝物 只有我们可以进去看 而且谁有去过西藏的人 都会知道 从布达拉宫那个门口进去 一开始就计算 一个钟头你一定要出到外面 那我们那次带的导游 当然有一点点关系啦 就早15分钟让我们进去 她说你们进去 人家问你什么你都不要讲 反正你就是 我们这一团人带进去 不要说8点才要进去 其实我们7点45分钟 所以多了10分钟 我们可以去走 她说我还要再去租借一次文物 你要不要跟我去 那个Cashie就跟我讲 师傅她的其中都是用生理的 我们说要去做这个事情 我想早就有信徒跟我讲 你跟那边非常有姻缘 而且你还要到那边去带人家吃素 我想问你们哪有可能 吃油吃肉的可能哪有什么 结果我们去真的是自己 特别请了一个厨师 自己用那个大川也有去过 自己买锅自己买砧板 我们的碗还有那个装东西的盘子 全部都从台湾带去 所以我们都没有去沾染到人家的东西 那是以后几年啊 可是在那段时间她想要叫我去没有 那第二年他们就开始展示那个埃及的文物 那个Cashie说 师傅我哪一天有空我带你好不好 好那我就跟那个陈教授啦 台北的陈教授侯老师他们进去 他的先生也出来陪我们耶 那他陪完了以后 我到后来在那个博物馆的餐厅 那个师太太就跟我讲 师傅 阿达我一定要请你 那你放心好了 我是这里的副馆长嘛 所以呢 我会叫他做非常清淡的素的东西给你吃 在那个时候呢 那个袁太太Cashie就问我 Cashie的先生就是袁先生就问我说 师傅 你进去看到那个木乃鱼 它是放在一个防弹玻璃里面 就是我们说那个关阔 他就Cashie在解释的时候好像 那个木乃鱼都他做的啦 要怎么样把里面的肠子拿出来什么拿出来 然后那旁边有一排是罐子 他说这个颜色这种罐子是装他的肝 这个是装他的什么什么 反正五脏六腑每一个都有一个罐子来装 我心想哦 你有狗狗的呢 还是你真的打到狗的 原来他们要去做图书馆 那个博物馆的那个导览呢 一定是要做一方功课 比如一样东西进来 他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定要把这个东西搞懂 那我想 哇 你真的研究得很好 为了你女儿缓 你要参加这个 那你就去装这个 所以回来呢 我说 哦 这有狗狗的 确实 真的很狗的 那回来以后 已经过一两年 因为她的妈妈往生来以后 她在台北 把她处理 然后就有到我们极光寺来 替妈妈操渡 那再回去 那一年啊 大概是我们什么法会 刚刚完没有多久 就是像我们平常星期天共修啦 那个金珠来来以后要回去 她已经走到门口要去开那个门了 还外面回来 师父 有人要找一个女儿的呢 我说 找一个女儿 那里面都是女儿的 跟女儿的而已 你要找哪个女儿 不是呢 美国的呢 我说美国的 还要找什么人 那个木乃伊要找她呢 就像今天讲的说 谁是玩黄黄一样的 奇怪这个人怎么会去讲这种事情 我是不是找那个 她说 我跟你说哦 她说她以前就是在制作木乃伊的啦 我想说木乃伊人就死去 她去制作木乃伊的啦 她去制作木乃伊的啦 她说她要给她撞车呢 要让她在美国的国所公路 把她撞到嘴嘴嘴 把它撞到一个棺材里面 我听来以后真的很可怕勒 因为才四五点钟嘛 然后我说为什么 她说人不是死去勒 就是一个公主 公主死掉以后就是 用女孩子好几个女孩子 陪葬啦 我会去人家做木乃伊啦 所以人家很气的呢 要把她撞车 我想这个事情很严重呢 然后我一看 现在美国还没天亮 因为我们才防昏嘛 四五点 那我就想 这我明天还没用 我绝对不可能说去打电话给她 我就想想 她的侄子 我记得 她是在台湾的一切 她的商品 她们是做什么呢 合成的那个 免制那种 那种马桶 后面有人要洗一种的那 那 那在台湾的完全都有她的侄子帮她经营 然后送过去美国的也是她的侄子帮她弄的 那我就赶快我想 她侄子我有她的电话 我说 诶居正 你现在在台湾 我台湾还在公司 还没回去 我说 诶居正 你如果 你知道我们去美国的时候 我也有看到你当座在那 你怎么知道你如果有仇子去看木乃伊 平时也许她的侄子是帮她做生意的事情 她怎么会 跟她聊到说 我有带师傅去看木乃伊 我只是问她一下 她的侄子也没有跟我们一起去看 而且已经快要关了 再两三天就要关了 我也是快要回台湾那时候才去看的 她说 诶 师傅 我如果还有跟她说 她有带你去看木乃伊 我说 居正要发生问题了 她说 什么问题 我说你如果每次在银岛 她是住在一个很豪华的住宅区 我们台湾有很多影星 都在那个尔湾 就是尔湾那边的一个山上 就是 那个就是叫做 Total Rock 就是好像 那个地方好像 山好像龟一样 反正就是一个很高级的社区 那 她如果 我去了 她坚持一定要去请我吃饭 我就跟她讲说 拜托 我真的不吃外口 她就说 不要紧啦 因为如果你跟我们出来吃饭的时候 我的先生才可以吃饭 我的朋友也可以陪你吃一餐 游礼 我就都会去 但是从他们那里 要到有 餐厅的要到那个 Urban 附近 就要 连换两条高速公路 这一条高速公路 换过那一条高速公路 再下来 就是 这种情形 那 我就讲 我现在再讲回去 就是说 她先生在那个博物馆的餐厅吃饭的时候 很高级哦 很高级哦 那个上面透明的 有树有什么 她就问我说 师傅我问你 你走过那个 棺木的时候 我看你的手这样子 我说实在我是没有规矩啦 你看一个年纪那么大的人 又不是小孩子走过啦 用手在那个 这个上面哦 这样子好像 看手这样子 因为我看 只有我们三四个人嘛 没有其他人 我像我一样就说 你们有很可能的 住在这堆骨子青年了啦 等我来的时候 你快点出来 他们去应该去的地方 让我拱到那堆真的不好 因为他们就是把它弄下去以后 上面还画一个脸 就是说 让他认得那个光锅上面的那个 就是说 我的身体躺在这里 我的灵魂再回来 我会重生啦 哪有这种事 而且在美国 就是把这种千年的棺木 透过那个X光 把它照了 透过这个 把它照了以后 放一张很大的 就是说 那个人差不多几岁几岁 他有好几个棺木啦 就是有这样子 原来呢 那个袁先生 要去看那就是人观察又走跪 他就问我说 你是不是在跟他加持 我说没有啦 我走跪 就像那个鸡肉看了什么 为他回跪 其实我的手还是离那个很上面 我没有想到 我记得 他说 你就有去给我看 我现在人到你 我要跟你说啊 你有去给我看呢 那那个金珠 我回来 我也从来没有去跟他讲 我有去看过那种木乃衣啊 而且 如果我还很喜欢照相 我也没有照回来 那不准照嘛 都是在里面的东西 他说要把它弄了啦 所以回来以后 我跟 欸 矩正 你有没有你咕咕的 那个 Line 或者是 那时候不是Line 就是他的网站 他说有啊 我说矩正你开 把你咕咕 把他用过去啦 把他传那个信息过去 说你要 出门开车 要先小心啦 好 到晚上九点多的时候 大概他们也是 早上 不知道几点的 我反正 我这个算数是很好的 绝对不会去算啦 只是说 有电脱头的 这样啦 一个电话来 他会知道 打我的热线 他说 你是师傅吗 我有没有 你有没有在睡觉 我有没有才行你 我说没有 他说师傅 你可以告诉我吗 居正跟我讲的事情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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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速公路要注意 好 我就跟他讲了说 你开车要注意啦 以前你做木乃 他的 人现在说要 你在 高速公路的 上面 上面 车的隙子 他说 师傅我跟你讲 我妈妈往生以后 你叫我都持咒 我有在我的车上放 药师咒 很奇怪 他们那些人 我 叫他念往生咒 回向给他妈妈 他也是用录音带念 而且不敢念往生咒啦 是念药师咒啦 所以他妈妈身体有病的时候 又吃很多药嘛 所以念药师咒 然后你药师咒 上面做都好了 一公司 我跟你讲 我昨天下午 到一个大卖场去买东西 各位你们出国如果去 他们的那种 我们这里叫做好事多啦 还是什么 我们台湾不是都有他们的这种 大卖场吗 因为美国地方很大 他们出来那个车场就可以分ABCD 不知道多少区啊 就是环绕着的那个大卖场 然后你推出来以后 把它推在旁边 不是有人再推回去 人家才可以用吗 他说师父 我跟你说 我每天都给你放药师咒啦 说实在的他们也是 很用心研究佛法可以跟人家讲 因为他也是很高学历的人嘛 对不对 有当时人家英语也啥啥叫 甚至于为了要去弄那些文物 经常上海的博物馆 哪里的博物馆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要佛像 他还跟我参与了很多 我们哪有得到去买那种打买 而且拍卖的那个佛像也是很小啦 我们这个大殿这么大 我本来去美国回来说 比较快点比较快点 都没有钱 把下面这三尊 我说放在上面 我回来一看 哪没看到佛像啦 才去告诉那个丁先生说 那个自在法师要给我们佛像 我们有请你把它弄高啦 他说 有啊 师父啊 不过你没跟我说 你后来拜几桌要挨了 我要怎么说 拜托啦 拜托 我们弄来 才有这三尊佛像 不然一进来看 那三尊 我说这三尊应该很高了 前面这三尊 上去只有一点点 那他是佛教文入什么他也懂 可是你有叫他说 你拜佛啊 念王生酒 是你拜几百 没的事 我是可以研究 听课讲给人家听 你叫他念的话 他大概 第一张经可能太重 还是念了厨 你会转转轨 啊 念啥 念啥 有什么事 所以他都没有念 我的车里面有放药师座 结果他说 人家要用车 我去也很多次 他如果要去大卖场 我说我在家里照顾好吗 不行 他说我带你车 我一定要把你照顾好 实在把我照顾好 我很痛苦 你知道吗 我如果在我们台湾 从来不愿意去大卖场 因为你们去 我等外面坐在车底 砍一磨也要等 所以不太喜欢进去 去 没对人去也不行 就进去出来 看很多车子 净净看人家的车 去哪有车撞到呢 他说几百人 要撒兜回去的时候呢 应该那些人要送 也应该有看到他了 他说 为我的车怎么把它撞下去 他的车是那种不用路的 修理车又很高极的那种 他就把它撞下去了 我说 确实过一关了 但是要是要念 他说 怎么那么不可思议 我说你问邻居正啊 我叫邻居正 给你用那种网站 给你用过来 所以你看看 我不知道金珠怎么会那么敏感 美国的八杆子也打不到 我往黄黄 他们也没有很常常来啊 绝对都不是说能够 他会知道的 你看有这种事情 那在这一次 那么多大牌位的 有很多很烦恼的人的长辈 竟然都出来 从第一天到今天都有在这里的 我应该 利于他的妈妈要往生之前 他们家的人绝对 反对妈妈已经躺那么久 你叫他吃素吗 不肯啦 都要给吃粗糕 而且有很多那个 他大概不敢跟他们家的人沟通的 自己真的很认真 这样拜佛 一直在 我跟他说 你只能求你妈妈 要走的时候 比较好那样的 到了 我们打佛期之前 那个妈妈真的往生了 那没有想到 寻生的人平时来 大概进去跟我打个招呼 然后就出来啦 跟志工也没有什么交集 跟常常在我们这里的 那一些有 可以有能力帮忙的 这些菩萨们 也没有什么交集 妈妈竟然出来 哇 利于就说 我要把录音回来 让我听的人听 让我的兄弟姊妹 我说 我不知道 不能让他听 你是怎么要让他听 他还是 征求我的同意 我说不要啦 不知道你们家的人 完全都没有好好 就是我们这里 专门设断在弄忙 你相信吗 这七日里里面 我今天你说的时候 那个秀奉才说 师父你说这个真的呢 有人说 你现在你发货 有你帮忙吗 那个秀奉一听 没有 我这里没有帮忙 不是说有你帮忙 有你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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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都没有帮忙 我为什么要帮忙 所以今天也有一位居士 那是福山介绍的啦 那个人是住在那个阿里山 没有想到我讲话 他也听 好像我们佛妻第一天 第二天他有来 今天也有来 这次好像带他的女儿 跟他的孙子也来 他们在家里 真的有一点在念佛 他因为跟我们南部 某一个非常大的道场 他们也经常有到那边去扶持 而且也有在拜佛 那他带来的那个孙子 江迪军队里面 我看到江迪军队 那如果真的走下去 啊不出去就扶起了 那个真的面有菜色呢 全身都让你 阿姨你的妈妈 就跟我说 我们这个女儿 很多问题 师傅阿姨 去让医生看 都看不好 看不减 减着没什么便 说他的肠子有气势 那个肠子经常是 痛啦怎么样怎么样 我告诉他 他说你如果要好 你不要吃那个众生吧 他都很喜欢吃的 那我说 那个饮料不可以喝 他说 你如果知道我大家都要喝 很多问题跟他讲 我说 应该你妈妈 很了解我啦 他那个妈妈 马上就 答来一句话 他说 师傅 我第一天就有来啦 那不知道两天三天 他有在这里 断断续续啦 嘿 他竟然听进去呢 平时都没有来我们到场 嘿 公师傅没有中间地带 我说 这样你知道就好 你们孩子可以有中间地带 为什么 我就前几天听了一个 我们一个居室的女儿 交了一个朋友 因为他们妈妈跟他自己本身 也都是很认真 后来那个 应该有在扶持他的人 就出来讲 他说 你交这个朋友 你是很坚信的 你这个朋友是 不太信佛 可是为了陪你来 很勉强来 你逼他进来拜佛 他人拜下去 他的心肝根本就没在拜 那就是 我很简单讲 就是跟他讲说 看这样啦 问那个女儿子说 你要对这个女儿 改变你的生活习惯 从此以后 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 还是你要对他 对他要吃什么 你也吃什么 他要做什么也做什么 然后后来起碎碎摆不摆都显掉 这让我摄到 我今天就把那个年轻人说 看你乖乖吃健康的素食 不能吃炸的 不能吃那个加工品 不能吃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你那个找不出来的毛病从此以后比较好 还是你要吃那些东西 干脆我甘愿受报嘛 你是军人你就要有骨气一点点嘛 他说好了我这要慢慢够理 我说没问题慢慢够理也是要慢慢死 因为有一位医师就是说 你说吃那个东西不好 我说我不要吃那么多 他说毒啊只要一cc就够了 不用吃五十cc啦 你要不要 你如果爱死你就做你吃下去没关系 我怎么华掉这几个我也讲过去 他说我知道啦 那个年轻人说你没有中间地带 我说我没有中间地带 不是这样就是这样 他接下来说 我如果没有毅力 我来发 我说你如果没有你自己去跟佛菩萨发言 他说我如果发完发得到中间没有毅力 叫就要怎么办 我说中间没有毅力 你吃豆你也是要死啊 我说你要发完不发完 你跟我没关系 你跟极光寺没关系 他跟买了 我穿海船没出来 说好了我来发完 我说年轻人 下一次我会看到你的脸上笑哈哈啦 那那个立于他们的家里就是 听到现在大家都唱这个啦 他说好了不然我不要漏音啦 不要漏音 我智慧手机就把它开下去 也是把它放下去 刷来刷去 一边刷那边就拿去那边 其实放在那边都漏音啦 很紧张今天漏没中 要就用灯给他们的姐妹听 各位 他好像是不知道十二三还是什么时候 他的姐姐哥哥还有嫂嫂 反正他们全家人都来啦 那个姐夫啊妹妹啊什么全部都来 他本来说其中只有一个有点利益 他只是想要录给那一个听 结果他们全部来 那天那个妈妈出来以后就说 我们家十个 因为今天来十个 利益是一个 后来那个眷属全部来 有些人先开始还很怀疑呢 到最后 他们都说 他很像妈妈的耶 一时来说 他说话很像妈妈的口气 一时来说 对啊对啊 他都说这个话 另外还有一个呢 看他讲话的时候 这样子 他唯恐我不知道他妈妈的习气 师父我妈妈以前说话 真的这样突然 如果说有对一句话 是平时他都一直在讲的 诶 诶 那个人齁 不是台北的基隆 我有说 那个人齁 不是个人齁 那个人齁 那个人齁 我看没有度 十个应该也有度六个啦 因为那个利益的儿子 就一直跟我讲 我当兵呢 我想吃素呢 那我没有办法吃到 纯净的素怎么办 我说姊子你养他 那那个今天那小孩子 也要酸 花肉胖啦 好了 你说吃素 我本来也是说 我来吃素 不要紧 但是在军队 不可能 我说 黑白公 我这里的信徒 的孩子都吃素 都真的吃得很好 那马上就有 好像颜明宏居室啦 还有哪一个就去协助他 我当的人都有做病 有吃素室的 人都吃得到很好 他跟他说 他说 我爱说 你如果吃素 不然你还派去 更均衡的丹尾 那 所以 那个利益的孩子 大概还有其他的一些人 真的心里都马上转变了 那其他说 自己的长辈来了 马上就 来的人 哪知道 对一个人 那个白尾跟 那个女孩 什么的名字 都队不起来 校生的名字都队不起来 但是 都来找他们的时候 哇 我说 我真的 以后 不能处理这个 他们家的老母 口 或是老婆口 乖口 我是很不爱用 卫生载的人 那 在那儿又没带 手筋啊 卫生载也拿起来 那一切 送你们家的爸爸妈妈 如果出来 靠你们都有靠 一人背我两把卫生载 那今天呢 很不可思议 所以 我想说 我们那个王切席 可能是孤军奋斗啦 后来有时候 他先生去外面做多事情 又跑回来 老婆 都孤军奋斗 没有想到今天他们家的人 全部都来 那在什么时候 哦 人要请过啊 诶 不是 第二支香火讲完 我下去 我想 诶 又没有一个时刻 请过 今天是 阿弥陀佛生日 我也没能够用 你去比较快 坐着吃着水 可能也想 要出来 结果我一进去呢 我们那个 良好 良好局势呢 他海青皮 他不知道是怎么 本来就是躺好 还是怎么 他说 他如果不小心拼你 到那裡 他一定会 扁着半路会死 一直去就 要把它捞下去了 那时候 我才进去啊 那 那个 应该是俗盈吧 跟那个 雀席两个人啊 就是说我们 中午 都共劳和尚啦 还有那些 我们超度的中生 他们都很认真 一泡茶 好像是 俗盈你进去 对不对 跟那个雀席两个人进去 哦 还有孙老师他们进去 那个 我们前面那个 那个良好 进去以后 就 坐在我 斜对角的那个椅子 一坐 哦 整个人都要出了 我才刚 坐下那个椅子 还没有坐定呢 我说 快点快点 我坐这条椅子的椅子 我不知道 我在椅子 不知道 要拢下去 好 把它拉上来以后 她很激动 好 她那么激动 到底要找谁 我看那个窃席的 弟妹 在台中市 当校长的弟妹 跟那个弟弟 两个人 正好他们介绍 说 窃席 他们 弟妹 我知道 上一次 招请的时候 有来 帮她 帮婆婆招请 连她自己 父亲都出来 拢下去 我就 我就直接了当 给她看 这都没有人 两个人 走下去就 放下去 是不是要找她 很生气 都不讲话 我说 快点啦 叫窃席来 她原来在泡茶 把她放来以后 她要出来 找她哥哥到客厅去坐 那时候 我们所有人友 都还没有进去 只有他们一家人的 弟弟跟弟媳先去 因为弟媳有来过 后来窃席呢 就跟我讲说 难怪我要出来 叫我哥哥的时候 那个 良好好像在燃他的路 不要让他出来 一直要燃他进去 后来呢 这个 妈妈出来以后 就说 我很多众生都来咬我啦 一直说 你们来 你们 你们喔 我来这里 比较好 一时 现在众生再来教我 你们想喔 住在乡下 孩子又好几个 也有孙子啊 阿嬷当然是 今天要回来 台阶 好生要回来 媳妇要回来 都在台 就对啦 好 她说前几天才好一点 又跟她算账了 然后 請我过 我说我没有出来 不行了 她就一直很痛苦的哭 她说 我已经要再把她拖起了 离非你们大家 都法官要吃素心 不要再吃重生肉 他们那几个人 全部都没有答应 说妈妈 好啦 我来吃素心 真的都没有答应 人家是第一天来 她也没有像那个 丽娱的妈妈这样 让我有所准备 可以跟她聊天 好 我说 让他们出来 因为我一定要出去 那中午吃饱饭以后 再来慢慢谈好不好 那我勉强出来啦 他们也出来上武功 今天 多他们家里也有七八个 排队排到很长很长 像那个张医师 也没有空 到今天不管怎么样 也要来送 所以像这种情形 好 我想下午看有事情 我真的要吃东西 我如果听到 外面有人坐 就紧张 那袁松是说 你要吃饭 我把那个房门 帮你关起来 关起来也不行啊 那我只要听到外面有人 我想说 我要同吃到当时 人要等我 我就走出来 好 我出来的时候 已经有众生进来 然后那个良好呢 他不知道 他普通都不要进去 吃饭 又留那些 我想我还差嘛 他如果走留那些 我要想问他 良好你还好吗 因为那个时候 应该是 有人请林老师 他们几个进去 还是怎么样 我忘记了 那那个轩宇呢 脸就是 对着我的房门那边 也就是坐在我的旁边 这样 他说 那些人喔 已经 艱苦啦 孟国家照了 好 那个树啊 就正好 站在那个沙发雨那边 站着 他们家的人进来 正好 是那个地妹又进来 然后是 确实的女儿 今天也来 给外婆上香嘛 眼睛就一直瞪着她们 我说 哇 这不是谁呢 他根本也是树法 妈妈不知道 是怎么看到他们家的人 怎么会这种姓的 我说 赶快把他们家的人 去召集进来 以后 那个妈妈 我说 哦 你们这个 都去 碰衣那些 你们一区 那些人 你们都去那些 然后就开始 那个妈妈 心里很怨 真的非常怨 就说 我 我被 这样子啦 你们还没有人 愿意讲 愿意吃素 后来开始讲到 你们知道吗 那一炷香 我想 确实也没有办法出来啦 情谷啦 因为那堆呢 就等到 他妈妈说了 我 有把佛祖亲家 我家的人 来 所以我不免你去 也是啊 他们家的人 全部在那里 他进来干什么 他 真的一直想要 度他们家的人 那 那 我刚才 进来的时候 我说 缺席 今天下午 努力的结果 怎么样 他真的 就参了一个火气 他们完全不接触佛教的 好难喔 我心真的很痛 可是 我有什么办法 我不能由我来说 我说 好不然慢慢来啦 你那个 校长 弟媳妇呢 应该 他的爸爸今天也来 讲了很多话 他说 这就是我爸爸的口气 好 那 我希望他也能够知道一点 能够 心里 动一下下啦 看看 由他开始 然后呢 他们家的人 慢慢 有所改变 因为在这次 真的是 有很多人来改变 嘖 我实在觉得 你说有认真 不认真 真的是 有时候今天 又有一件事情 让我 觉得说 只要有一个人来 我知道他不是学佛 能够进到 这个地方来 我总是希望 不要让他失望出去 正好三四床 都在那里 在找的时候 那个法陈师呢 就你也跟他说 师父 今天你是中兴大学 听说有一个校长 来 他没有来过呢 是有 有信徒介绍他 他第一次来 他就跟他太太两个人 嘿 我说 你敢动 不要让他一招 我的客厅 从来 从来没有来过的 那如果像那天说 那个南亚的 那一位总工程师 他今天又来了 他说师父我就是相信 你看也是跟那个 王太昌吉士一样 一个工程师就变过了 教授去持咒 那真正都有很不可思议的感应 让他说 我下次还要来 那不是嘛 我说你拜托你去帮他 你不要让他进来 后来我就说 赶快叫救兵 快点 我说 你快点去找杨校长啦 他的儿子在中兴大学嘛 现在在做当助理教授 那边我实在知道 一个学校 那个科系太多了 这个教授不认识那个教授 那应该校长 跟校长之间 杨校长应该会认识嘛 后来那些人全部都出去了 我说 你请校长带他去 然后他进来做 杨校长就跟我讲 他不是校长 他是教授 那一位是他的太太 好不管是教授还是校长 他是新来的 我当然就会招呼他啦 那我说 啊 请问这位教授贵姓啊 啊你怎么会知道啦 诶 是信徒带我来的 不是介绍我来 他很热心耶 他要来的时候 他带我来 诶 那怎么大家都已经进去拜佛了 他没有进去 我说 啊 你为什么要来 他说 哦 just looking 我只是来看一看的 好 既然是要看一看 我就请杨校长也跟他聊一下啦 最少杨校长来这里 三十多年都打不退的嘛 对不对 他又不是普普通通的校长 那我就到后来今天晚上我跟校长说 不管是谁来我们都要努力 当然校长也有那种那种观念 那我希望那一位教授呢 他来来以后 最少看 我说 哦 那你来看一看 我真的没有话可以接 啊你觉得怎么样 很好啊 我觉得是很好 啊就是 坐一坐 我不知道他几点就回去了 不过在这一次喔 我数学不好也做过统计呢 很多人坐在我那里以后 他还会跟我讲 啊师父 你的妙婴可以让我拿一本回去看 我说可以啊 也有人说 啊你的行程都在业力 我敢拿一本 还好啦 他会想想要看一看啦 不像那个 张医师如果每一次我们的业力出来 他不只是拿一箱呢 他还要拿一箱多 我记得去年他在 他很开心啦 事实上 那个张医师他是 我们极光是 不管是出家人或者是在家居士的特业医师啦 那一般 宜兰十钱我都说 水器喔 不然你去找张医师 他都说 好够材欸 这人去保育 要把他放起来都几十万喔 啊张医师说 不用啦 现在修理你就可以好了 我这齁 我哪有聴张医师修理过呢 因为大家都要用水器啊 我跟张医师认识是 因为有很多在中部的出家人 到了张医师那边呢 每次都总是给他们服务啦 很抱歉 因为我以前出门 我如果没有你带那种健保卡 为了过 张医师 好 那小孩看一看呢 都没有拿健保卡去看 那因为张医师真的他的技术非常好 可是他没有空 不过呢 应该是921大地震那一次 他们两个夫妻呢 也放下他的工作去那个灾区去驿诊欸 我记得很清楚 有一次我正好从台中过 那个 他太太喔 躺在椅子上 欸 医生哪会去倒那些沙发啦 我记得说 啊你是在怎样 他说 哦 我整个人都很辛苦 嘿 什么事情 谁我都记不清楚 就有一个众生喔 我不知道借着谁出来 救我 就不用救死的啊 欸 通常我的 用到中心去救 他说我死的去带到我们的水器 都拍卖去是怎样 那医生哪不给他救 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喔 那张医师从那个时候开始 真的 都吃素 我这就是一定 用到到发肖了 已经没得到了 有时候布朗布朗 很厉害 张医师 不过去带到那些路 要发肖了 这怎么办 这都要怎么办 都会带到那些路 没得到那些路 所以 我如果去到那里呢 我没管啦 我 没管 对不起 都去揣了 那张医师 很用心 怎麼呢 說奇怪 他是醫生 說都討價的業力 我就說好 不然今年的貼去 去年拿回來 人家要討價也好 我還等說 詹醫師 我這貼來 舊的 舊的 怎麼有舊的 人家都拿了 現在都跟他講 我還沒有回國 你要幫我把 那個極光寺的業力 給我留下來 回來就是 已經連過了 還是都要 所以 所以 他們實在要抗議 那是要看我們的行程 他們的販價 都來討這個業力 去年 好像年底的時候 那個 張醫師說 你那裡吹去沒用 你是怎麼做工作 真的村一坪而已 上面村一坪 咬河又不正 我說張醫師 沒有啦 我現在這樣不行 現在哪裡在艱苦 不管啦 有一次去 下個星期來做 一次做三區就回來了 有一天 那我到台北去做事情 張醫師突然間就跟我講說 我正好坐火車 坐那個捷運 坐到那個向山站的時候 張醫師說 我旁邊會報要來去極光寺 他說 張醫師我現在人在台北 他說 我旁邊會報有用 我說 好啦好啦 我旁邊再去 我趕回來就好 後來我在那個 台北呢 我想 你既然從台中要到嘉義 為什麼我不要在台中下車 跟你坐你的車子 在路上呢 我不知道怎麼聊怎麼聊 後來呢 竟然他們家的祖先有兩個星 然後就一路上就講講講 他有什麼 有什麼煩惱的事情 是那個祖先也是很痛苦很煩惱 那講了以後 張醫師就決定說 我來幫這個祖先 就是做那種永久牌位 那張醫師以前也不知道 真的 火七度中 他來來拜拜的愛都都回去 現在才講到 喔 這樣我們現在這個 這個 佛七的時候 他就正式要來跟他的 那個祖先進牌位 我說 趙醫師你不能說 親切來拜拜就走 所以你看一個佛七 他就是 頭兒來著 他中古來著 今天有史有裝過來 其實在這個裡面 他也不只是 九二一大地震那一次 有那種震撼 以後他每次到那個國外去 幫人家抑診 有某一些問題 我們經常 都有在 了解都在溝通 那我不會盡我的能力 我說能夠讓他到那邊去順利去幫那一些 好像在尼泊爾啦其他高原 沒有人能夠到現在為止還沒有牙醫 他就去訓練 他就去訓練 他們要把那個義氣還拿過 那些醫生大家都出錢 甚至於我記得還有叫人家說 你去旅行 你不喜歡用牙刷牙膏 我那裡拿這個回去給他們用也好 想盡辦法要去幫忙他們 還去教他們拔牙 喔拜託 沒辦法 只有這樣 因為有些人牙齒快要掉了 就是不敢讓人家拔起來 疼幾年的也是不要用拔牙 就怕拔牙 他就看他們那些人很苦 都去做這個事 那這一次來的時候 前幾天正好 有那麼一點點空隙啦 他來招勤 好難得喔 有一點點時間 沒有就是來這樣拼拼 拜拜 我們回去 那天就跟我講到 很奇怪耶 有一個patient 如果來 他要把他用的時候 張醫師很傻去跟我講到這種事情 欸師傅我感到那個patient 如果要把他用催棄的時候 都在催棄 喔喔喔 很多事情喔 那我就說 如果有事情要請他 好像那天是不是 他的那個 來就有 這個問題有出來對不對 嘿 欸 他說很奇妙的事情 來了很多次 那個人都哄哄叫 那最近再來找張醫師 那個問題 改革那個 在他那裡 那個要求救的 出來之後 他說 奇怪這次連哄一個也沒有 所以從很多人的那種經驗 所接觸的 所體會的 所體會的 前幾天那些 都都是說 不要聽那個 不信 不要信 不要聽那個 找人為那個 張華陽先生 他也講 可能不再早一點點 就知道 也不會說 車開出去 也不知道 他的車停在哪裡 所以才會從那個 南亞提早退休 現在情形好得很 我說你 你搬車想要 快要找另外一個頭路 把你的身體用好 而且他的爸爸 還等他來救 故意 他帶他媽媽去到那裡 一隻眼睛好像要出來了 所以 我說 那個張先生 你相信嗎 他說 師父 我如果不相信 我今天還會再來嗎 所以 我們希望 到我們這裡 我們能夠用 正信正念來 帶領大家 讓我們 現在的人 甚至於 我們看不到的眾生 都能夠 因為我們的 起心動念 他們能夠 能夠離苦得樂 有時候有很多 讓我很感動的事情 像那個 黃明依居師 他跟我們去到雲南以後 他一直想到那些 雲南那些 在那個 天綿 邊境 他們去 有的 建到到四季了 有的 現在 老闊闊了 如果沒有一個 可以 逗留的地方 他心裡很難過 就一直 求 沒多久 應該是 大概大半年前 馬英九 總統還特別把那些 在那些 見識的靈魂 營到 國軍忠烈 在那些 吃 我說他 普通可能 怎麼是都 吃屁股 啊 又怎麼樣呢 他 很不想吃青菜 如果來我們這裡 都沒有這樣 旁旁旁的給我吃 他吃得 他不敢吃 有吃素食喔 都都來那個 東山 他 休息站 這裡 到了這個時候 他不敢不來 他說 我喜歡來請 那裡 今天也要去 去那裡送 儘管他好 在逃避 可是 對這些眾生 他的這種 慈悲心 我覺得 我們的人 每一個人 在自己身上 去表現 對自己 長輩的孝思 對那個 自己其他親人 還有那個 我們看不到的 眾生 你看看他們 那 如果要去看 張醫師 怎麼不好看 你知道嗎 要預約 現在有信徒 就問 我就想 好 後來上來去 名片拿幾張回來 唉 我就這樣睡一睡 說 有的人說 我用照相機 他說 我去 可以跟張醫師說 我是你的信徒 他還要來看 他說 要啦 張醫師真的是很慈悲 那他們就是把時間 弄下來 有一天他的那個 祖先才講說 你只能夠顧外面的喔 你都沒有去顧到 欸 你有時間 你都總去外面的人 你的兒子 當中 像台北 有的 年齡 還沒到這樣 你給外面眾生的時間 比給他們 就多 連他的 長輩都 看他 不行了 你往哪兒有一個年會 啊你 是怎樣 你不把你的兒子動作 你應該 那 要救白人 自己的兒子 你也要救他 好齁 可是他的那個信念 只要有時間 他不是要去玩 我相信 我說 欸 張醫師 我們要來 日本出場 或是要來歐洲出場 要去救他 說我沒有時間 那如果說什麼地方 眾生 需要他救 他就說 我這裡要挺進 要去人家看 所以我最起碼 看到來這裡的眾生 每一個 人有 每一個都很有心 在自己的長輩 或者是那個眾生之間 都會很 盡心盡力的付出 我希望我們每一個人 都能夠有這種精神 我告訴大家 以前那個 不過我們以前 以前十分鐘 抱歉 我希望我們這一次的功德 因為 大家的用心 能夠很圓滿 我們所超度的眾生 都能夠離苦得樂 也希望我們從今以後 我們的業障 多消除一點 讓我們能夠 多有心來 為所有的一切眾生 為我們的親人 再努力 阿彌陀佛 抱歉 因為我這兩個眼睛 還沒有辦法 那個 喊您在這裡擺 所以我都是 提早離開 就是 離主我也沒有辦法 阿彌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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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彌陀佛